我这一生当中修学 这句话对我的利益太大太大了 所以我欢喜接受别人的批评 你善意的也很好 我意的也好 我通通都是一感恩的心 我离开台湾 写了六条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我们是以感恩的心离开 没有怨恨 没有敌意 永远保持新平气候 所以离开台湾 到新加坡 我们在新加坡 无论自行 或它 都有大幅度的进步 提升 这个我们要感谢台湾 否则的话 我们不会离开这个地方 也不会跟南洋 接这个花园 也不可能跟九个宗教 发生密切关系 密针上去 要懂得 我们离开新加坡 我们离开新加坡 到澳洲 比新加坡又提升 真正走上了国际 在新加坡没有这缘 所以我们对新加坡感恩 对新加坡永远的怀念 知恩保恩 那么到澳洲 澳洲的联邦政府 都政府 这个地方政府 首长 跟我们处的关系 都非常好 尤其是大学 他们大学 也在致力于 宗教的侯目 族群的侯目 世界的冲突的化解 和平的落实 昆斯兰大学 有个研究中心 已经九年了 戈利菲斯大学 他们是搞宗教的团结 所以这两个学校找我 送我一个荣誉博士 还聘请我做荣誉教授 我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是用教授的身份 代表学校 不是宗教人士 所以你先看 一个挫折了 就把自己向上提升一次 要有怨恨心 那就错了